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來講一些香港的消息 話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在網址提到 國務院的廣告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有講話 國家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時候 香港要告別什麼劏房、籠屋等等 所以陳茂波就曬了一些照片出來 他們探訪了深水埗的劏房戶、公屋的獎者等等 視察又陪他們買菜 我提到這個房屋問題是基層市民最痛 劏房和居住問題絕對有得搞 但要落很大的決心,亦不容易 要短中期全面推動 政府內要跨局、跨部門一條心 壓縮工作的流程,爭取社會支持等等 而他也認為在2049年應該可以告別劏房 而值得提到陳茂波就是財政司 財政司只是看發展局 運防局是政務司看的 簡單來說,其實職權上 他可以寫一下網子書發幾件事 但就不太關他事 呃,聽不懂就這樣 呃,他有沒有看過自己的劏房 呃,他不懸掛自己的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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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整件事就,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不知道政府怎麼搞 但是政府從來都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搞個 沒有想過搞個房問題 這個是什麼的 其實整個政府都是被 立正霸權綁架了 香港政府這麼多年來 包括政府 包括政府 和反對派 因為他們都是有樓的人 包括甚至沒有樓的住公屋 因為他們說他們都住了公屋 上樓的那些他們都不關心 所以也都是譬如 好像長毛說 他們如果住了公屋的話 長期公屋什麼的話 他們都不會關心 都不會關心市民的那個 住的問題 就是從來都 從來都 從來都沒有關心過 所以陳茂波走出來都是說一下 我不認為這個 這個 什麼 會真是有心去打爛自己的飯碗 然後去搞個工 搞好劏房 阿龍那些 還有看那個款式 就算他做好特首 都未必拆掉地產霸權 其實呢 所有國家都搞不掉地產霸權 是啊 所有政府都搞不掉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一個外來勢力 一個革命勢力 然後就打 就是你要一個人 完全沒有 直接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只有一樣東西可以解決 就是找什麼打 找什麼打 當初一轉的時候 他們第一時間就找董建華打 就是打不倒 當他們說打 但是打不倒 就被田北俊這個混蛋 推翻了 如果不是那時候 那時候地產霸權已經做了 嗯 就是當田北俊是 推翻了23條 但是23條 地產霸權是說一樣東西來的 他就是不滿地地產霸權 搞地產霸權 所以才是23條 所以才反到你23條 那就是打破壞了 打壞了政府之後 你就不要搞了 其實從來都是因為所有地產地主這件事 是最basic的一件事來的 當然如果你維持港獨 或者所謂本土的話 你就當然是要維持地產霸權 因為地產霸權 土豪地主 最是不用本的 是最能夠支持本地勢力的 所以我不明白那些人 就不停在說 我覺得那些人很無恥 很無恥的 就不停說是 中央政府勾結地產霸權 明明是你本土派勾結地產霸權 你們自己不知道 是本土研究社會勾結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做自己做了東西被人賣掉 你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永遠都是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方便 永遠都是 地產霸權 就是地主 就是 就是本土勢力 他永遠 外來勢力 或者是中央政府勢力 永遠都想鬥你的地主 這個是方法來的 因為他就是鬥主的地主 就是等於蔣介石去到台灣的時候 鬥主的地主 分了你就公平了 然後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時候去做日本的時候 就搞你土地改革 永遠都是用這樣的方法的 這是方法來的 但是大家就不停在說 不停在說 你溫結地產霸權 其實你自己那幫本土研究社 就是整幫民主派勾結地產霸權 突然之後那幫人 就騎劫了給一群學生 或者所有的東西 大家走到這個運動 大家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說多愚蠢 就是說做那件事 其實整件事就是 阿爺現在下來 他就是打你找土豪 那你打你找土豪 當然是中央政府借了你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說我要本土很勢力 我支持地產霸權 我不想住屋 我不想有屋住 我也要打倒 不讓你中國共產黨走進來 OK是合理的 Reasonable 因為你不是說的一件計劃 不是說的一件反話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有屋住 要是因為共產黨來到 要是中央政府令我沒有屋住 這個是錯的 共產黨永遠想你屋住 不是因為他共產黨 我首先不要說共產黨有任何mercy 有任何的 對你有任何的什麼 而所有中央政府都想搞定你的 都想 都想鬥地主 打土豪 因為他才跌到勢力才進來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方法來的 但是香港那些人 那麼基本的政治方法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現在政府要搞什麼規劃都沒得搞的了 接下來十月有選舉 接下來三月有選舉 看看下年 而陳茂波本身就是代表了那些 他們是屬於土豪的 爪牙 沒錯 他們屬於土豪的爪牙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就是整個架構的一個得益者 所以你怎麼能夠讓他真的有心去做你劏房 做你什麼事 你一定是一個中央勢力 然後你去做 那樣東西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或者是一個制度上的必然 你不可以 現在只有你如果想有屋住 阿爺救了你 當然阿爺救了你之後 香港就是什麼的 那個控制、管治權、你的本地討好 那些東西就沒得行的了 你隨便解釋 你會不會有中間的 有一個人留言 就跟我說 他說 你經常都說一些二選一的 有沒有 我想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二選一 或者二選一或者很多一選 你必然是受到 香港人就有一些東西 我又要民主又要人權又要自由 然後又要繁榮又要安定 對不起 我之後告訴你 你看這個世界上是沒那麼便宜的 這個世界上你如果得到一樣東西的話 譬如如果八萬五的時候搞到的話 是的確會有更多人 燒炭死呀 跳樓呀 帶你去屋住 即 那樣東西是必然的 如果你想得到一樣東西 你一定要冒出痛苦 但是香港人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香港人是很孝頓 所以好像小朋友在扭地上哭那些 是很殘忍的這個世界 你要得到一樣東西 因為我跟你說這件事 你要得到一樣東西 你一定要做犧牲 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犧牲 而得到一樣東西 是啊 就好像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都要犧牲睡覺的時間 但都要早上好早 回到你 講宿舊 好可憐呀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說下單新聞 話說這個港交所在研究 黑羽和八河風球 都與常開始 話說這個CEO就提到 就說其實 現在的惡禮天氣 都不太影響家業運作而已 有一些本地的證券商就說 鼎力支持 這些政策百力而無一害 而如果有一些議員的話 黑羽繼續開市有風險 就幾人有天 那麼他怎麼說呢 就是說其實你黑羽的八河風球 其實對業界 即是證券業界 運作也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根本局已經有那些 EDDA 電子市業付款授權的存款服務 基本上客戶 你不理香港地震 海嘯也好 其實都可以照去操作 另一方面 黑羽和八河風球 其實都可以入錢 做銀行很多產品 其實就不是很大影響 因為程度是電子化的 另外 有些人就說 擔心中央結算系統的交收安排 配合不了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國交所可以參照 半日時的交收安排 所有交收順元一日就進行 其實就對運作不能影響了 簡單來說 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守基本法保障的 我們應該是要跟全球的金融市場對歸的 不是你的時區 惡劣天氣 諸如此類 其實全部都不應該 阻礙了賺錢 我們不應該停賽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件事 我很害怕 當初的時候我一直都很害怕 就是我很不滿意 最初的時候他加長了一家的時間 加長一家的時間 然後吃晚時間 小夜吃晚兩小時 經紀就跟他有空 聊天 然後回去 然後我們就 就吹完水之後 然後吃飯 吃一個早晨中午飯 然後來回 你就對 但現在的吃飯時間就減斷了 變成一個小時 基本上你沒有機會吃飯 基本上遠了 如果這些很大的行 就會是 很大的行 就會是 有人轉移 但問題是這些小的行就沒辦法 其實黑色暴雨和暴雨風球 當然如果天天打著 實際上都要有些人去做 都要有些人走過去的 所以你實際上不可以說是 因為這樣你就是沒有了打風 沒有了什麼東西 那些人是沒有可能的 是做不到的 如果那些人完全不回去 沒有人回去 到最後你也有人回去的 嗯 那 那 單的問題就是 你黑色暴雨通人幾個小時而已 爆風球10天 最多打一兩天好了嗎 一兩兩天好了嗎 到最後你也是解決到 那短時間你還可以在電腦 尤其是如果你是交收 交收的話 應該毛子化 即將會做的 但只不過香港的結算 比較落後 所以就沒有毛子化而已 暫時還沒做到而已 但其實毛子化 當你所有事情 如果在銀行過數 全部都可以在電腦按 你基本上是可以 是可以爆風球上班 但你先說 我沒有講話 是你講 但是如果爆風球 你如果可以打黑色暴雨 你不如24小時吧 其實是呀 我覺得其實都挺part of 即是我們資本主義 是寫落了基本法 我們應該依法去實踐資本主義 這件事與資本主義無關 OK 行不行 你不要說 你和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另一件事 這件事你現在說 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而已 賺錢 我知道賺錢 但是現在不是一個賺錢問題 你也是賺錢 但是這件事與資本主義 沒有很大關係 因為還有共產主義 你也要開股市 是的 但問題就是 我只是說 我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還有買加密貨幣 24小時很大壓力 很危險 通常晚上過你買錢 你錢啊 都是你現在晚上 晚上通常不是在賺錢 你會走 你睡覺的時候 你睡覺的時候就暗算你的 到時候你會很危險 但我想很多事情 但是我想20小時交易會變 必須不只是交易 因為加密貨幣24小時 但是股票不是 但我想股票到了最後 如果你說 你黑雨都行落 不如24小時吧 那現在24小時的操作問題 純粹壓力大 或者是 就是 不不不 殺傷力很大 還有那些人就會變成 你的賭場在24小時 你會更嚴重了 明白嗎 殺傷力很大 然後那些人就不睡 那你還會有很大問題 OK 不睡覺就去炒 那些人現在都會 都會休息一休息 收一扇 開始做的事 吃飯 真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但是現在 他說黑雨 我再說一件事 你有沒有影響什麼呢 到了最後 24小時的券商 但是你還是有些人要去檢查 有些人要上班 黑雨和八月風球 有些人有機會買不到保險 你要有勞工保險 其實現在都是賺命搏的 你搭的士回公司 的士人要賺命搏 你又要賺命搏 是啊 如果你的棵樹塌了 你用辦公室 但是你買不到保險 那時候我記得我做申報 社長 申報為什麼要倒閉呢 因為其實我們一路做 是沒有問題的 社長做得很好的 但是七十多歲 因為我們擺出一個很強的政策 那策略就是 還會知道死定了 不如讓他死得慢一點 那也挺有軟件 所以做了幾年 都是跌了10% 所以只要他夠長命 就做多10年 當我贏了 那就是之前的時候 找回老鳳 找回我們的社長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找胡雪基的妹妹 胡雪麗 一做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我們要大事改革 要搞得好一點 然後就是 剪掉一些馬 波馬 那些這麼便宜的東西 還有就是 那些便宜的東西 我們做好一份報紙 然後就找多些廣告 結果當然是 超知之一跌 廣告找不到 但是二千多年已經死定了 那些報紙 再這樣做 當然死定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你這麼蠢的人 胡雪基就是梁嘉敏的老婆 OK 就是那個 這些是讀書 讀壞書 讀書 識字尋死路 那些來的 於是 然後再找了一些人 然後我們 誰一走了 社長一走了 然後找了一些人打釋 那些人又說 搞了一份報紙 然後搞大改革 又要找一些廣告回來 那便馬上收拾了 很純粹 搞改革都蠢 沒錯 你做報紙 你是declining 你只是收拾了 你只是 讓他死得慢一點 基本都不認識 那些人真是蠢栗珠 所以到了最後就是 呃 呃 到了最後就是呃 但是只問 為什麼他退休呢 只問買不到保險 嗯 幫他買不到保險 七十幾歲買不到保險 那便慢慢 接著買不到保險 行政部 好打電話過來 喂 阿馮先生 買不到保險 那怎麼辦 那我不做了 有十億身家 沒有所謂 那其實這個 因為有些 可能勞工快 快日都可能會有些改變 適應回到新時代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老師在家裡 Zoom開工 那樣 那接著你 很多在家工作 或者基本上你的工作 可能從以後都不想回到辦公室 那變成 他具體這些法例怎樣跟上 其實都要準備 但我想其實 這一刻的八個風球 都可以一瓶研究一下 怎樣搞 好啦 那最後一單香港消息 就是講這個 事件局 有一個樓宇維修資助計劃 那現在 幫業主 加了一個招標桌的服務 一個電子招標平台 因為其實過去 大家選中有看新聞 看到一些 就是遺標的情況 那這個招標桌出現之後 那整體回標 就是收到這櫃書的數目 就增幅達到兩倍 即是兩倍 現在大約有12至70份 那如果你一招標多 其實照計價錢就會低 還有這個GVLT 也會由事件局委派的獨立人士 即是獨立資料人士 提供一些專業技術意見 以及工程的一些 股算的一些意見 等業主有多些參考資料 所以變成 這個超過六成的 中標的標價 就低於獨立股算 變相大家都省了錢 那也都增加了公共資源的使用 因為其實現在有些大廈 其實如果他有組建 這個業主立案法團 那裏面的事情都頗黑暗 即是你做開 那些人知道選票 即是你平時香港那些大的選舉 都不參加 自己家樓下的那些都不必搞 那變成就他們 即是有時去通過 請那些承辦商 或者做什麼維修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上下其手 那當然 其實我也認識 我們都有一些拍檔 那個年輕人來的 他經常去參加 現在經常做一些招標 那些當然是招不到 人家都圍了 新人是做不到的 那無論怎樣 你都解決不了維修的事 我也看不到 他們是怎樣 可以防止維修 那些招標堂 他這個是 簡直說他增加了 你收錶的那個 那個數量 從而他相信 就可以令到那個標價減低 是的 但問題 全行都圍了 不能說 還有問題 做來做去都是那些 你如果真的可以離開 為什麼圍錶 你永遠不會增加到標的數量 其實你永遠 因為都是那些人才敢做 你不是那些人 全部懂得的 做每一行都很小的 如果你沒有做 政府標 你永遠是搞不定的 還有一些行業 基本上都很穩定 其實來來去都有十個八個 每個月喝一次茶 那天去之後 你做吧 這個我們接了 這些理由 雖然有什麼反競爭法 但你都捉不到那麼多 是的 沒辦法的 現在這個競爭 他所有這些事情 你永遠是你圍錶 因為你自己 你不是老闆 如果你永遠 你圍錶 到最後 不是一個不競爭的問題 不競爭的問題 只不過問題 就是你那個政府 要花多錢 即是政府 即是大家由於你政府 但是 圍不圍錶的問題 損失就是政府 所以 他現在的圍錶 你政府你不夠膽 因為各個 你如果不讓他 不停頭髮 你還會貪污 因為你不是私人公司 收容機 還不怕你貪污 因為他們自己 計算是純色 但是政府不懂 不理 因為是貪污問題 其實這些是沒辦法 沒辦法避免的 你只能夠是 你沒辦法避免的 是 好了 今天香港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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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